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運動型蜂褲越來越受香港人歡迎 如果想買一件適合春夏季用 輕身 易攜帶 防水度又高的蜂褲 應該怎樣選擇呢 一般來說蜂褲主要分兩種 一種純粹是擋風 滑水的薄蜂褲 另一種是完全防水的防水褲 我們叫做防水褲 這種就是完全防水 如果下很大雨長時間 它也不會濕的 這就是我們的薄蜂褲 它的好處是非常薄和輕身 透氣度是非常之高的 還有它會有一定的滑水功能 小雨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太大雨都會濕的 很適合我們香港一些比較濕熱的日子去穿 因為它很薄亦都透氣 所以做運動或者我們有時是 乘車入商場的時候 都很適合放進袋子 然後拿出來去穿 這款是我們平時入門級的風褲款式 它除了滑水和透氣度高之外 它是會有兩個側袋 其實現在側袋的風褲款已經不多 因為現在務求要輕 所以很少會做袋子 但是這些款式平時逛街 行山就會很實用 一般這些袋子 它通常會是一個收納袋的設計 因為其中一邊袋 它後面還有一條洗拉鍊 這條洗拉鍊就代表 這個衣袋是一個收納袋的設計 我們只要把這件風褲 反過來塞 這樣就可以把風褲塞在袋子裡 便方便我們攜帶了 好像這件一樣 它這件是會特別針對我們 做運動時去穿的 因為它背部位 它就會有很多這些小孔 是讓我們透氣的 前面我們翼下這些位置 都會有些小孔 而後面也會有些3M的反光 有時候我們晚上 跑山的時候 會讓後面的人看到 還有它這些本身是沒有袋子 所以整件衣服都是非常輕身的 不如試試這件風褲的線水道 好了 倒水下去 水分會形成水珠線走 通常有這些風褲 它本身沒有袋子 沒有衣袋 亦都沒有跟一個小袋子 去做收納 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在頸位 看到一個暗隔位 這個暗隔位 其實是它的收納袋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暗隔位 反轉然後塞 就可以收起來了 究竟這件外套會有多重呢 72g 其實也是多輕呢 原來還輕過半隻香蕉 而這件呢 它其實都是為了跑而設計的一個款式 它這個是帽帽 亦都適合踩單車 因為就減少一點那個風阻 而另一個設計的地方 就是它手袖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洞 就是讓我們把我們的手指公 穿的時候穿出來 防止我們做一些大動作的時候 手袖這個位置施高了 減低那個功能 它後面也會有少少是 3M 的反光設計 給後面的人看到 另一種風褲 我們就叫它防水褲 怎麼去定義一件衣服 是不是防水的呢 它會有一個數字 就是一個叫做防水壓力的測試 去定義件衣服 究竟是不是防水 很簡單的測試 它們會有塊布 上面有一條水柱 打下去塊布 超過一個某個壓力的數字 而衣服會濕 就代表那件衣服的防水壓力去到多少 一般來說 我們1萬mm以上的數字的防水褲 都會稱為防水褲 1萬防水到最入門的防水褲 我們可能是叫做 黃雨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在戶外 3-4個小時的時間 它都不會濕的 而2萬就可能再高一點 去到紅雨 再長時間一點 4-5個小時都不會濕 而3萬防水到防水褲 我們就適合去到鹹雪山 一些橫風橫雨 很惡劣的天氣之下使用 我們可以拿件衣服出來看 一些線口位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叫做熱溶膠貼 即是將線口有塊貼封住了 令到這些線口都不會滲水 基本上這件衣服 都可以歸類防水褲的一種 防水褲一般來說 我們會有最簡單的兩層 2.5層和3層的防水褲 兩層是一些最傳統的防水褲做法 這些就是最傳統的兩層防水褲 裡面會有一層網面 兩層代表外面的保護層 以及裡面白色的防水膜 為之兩層 而這層網是用來做保護的 就是保護裡面的防水層 手會比較厚和重一點 但是內用度會比較高一點 通常比較適合冬天穿 再來就是2.5層和3層的防水褲 這兩種類型的防水褲 它們都會比較輕薄 而且透氣度高 這件是2.5層 這件是3層 其實它們在質感上和厚度上 比較難區分 唯一不同的是 2.5層是裡面的保護層 會比較薄一點的 可以說是用噴 或者用刃的技術去做上去 而3層的就真的有塊東西 黏在上面 所以如果在內用度方面 3層防水褲的內用度 是會比較高一點的 但是它的價格是會比較貴一點 在一般來說 2.5層的防水道 一般來說 它會比3層的防水道 會比較低一點 大概可能是1萬至2萬之間左右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價錢會比較相宜一點 而且重量都比較輕 而3層的防水褲 它的防水道通常就會去到2萬至3萬之間 透氣性和舒適度 都會比2.5層來得好 這個是我們1萬的防水褲 比較入門一點的縫式 它的拉鍊位 並不是防水拉鍊 是一個比較左水的拉鍊 但是它裡面 都會有一層防水布去隔開水 所以這個位置 只要不是太大雨 其實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的手袋 都不是防水拉鍊 所以要留意 但是它裡面 有些款式會有 有些款式就沒有防水布去左隔 所以留意不要放電話在這個手袋裡 而比較好的防水拉鍊 就好像去到這個 真的有上面有一層塗層 你會看到有一點反光 這些我們會在上面做了一層塗層 它做到一個防水的效果 而三袋這個位置 都是會有的 但是這條拉鍊都不是最防水 最防水是旁邊這隻 這隻是我們3萬防水道的防水粒 這隻它是拉鍊 旁邊才會有塗層 拉鍊上面是不會有塗層的 你看到是一粒一粒的 這隻技術可以做到拉鍊之間 完全沒有空隙 這隻是真的可以叫做完全的防水拉鍊 最常見的一隻防水物料 就叫做Gottes Gottes是外界最多牌子用的物料 防水、透氣、輕身 Gottes 一般它的重量或厚度會比較厚 如果是去到一些很熱的日子 又下雨 傳統的Lift Gottes 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現在Gottes都會有一隻比較新的物料 叫做Strict Dry的一個技術 這個物料特性是非常之輕身 和透氣度 它會有比以前的不同的做法 它是兩層的 它會變成沒有了外面的保護層 變相可以令到衣服更加之輕身 和減少我們一些水在上面積聚的機會 令到很多時候我們跑步比賽 不會令到衣服濕透 從而減低變重的機會 所以這件是非常之適合我們 跑山或者跑步時候著用的 這件它除了是用了Strict Dry 這隻物料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細節 是給我們跑山的時候需要的 好像我們這個架底位 它反開出來 是有很多一些小的氣孔 就給我們這裡做透氣 但是前面也會有防水布 是防止雨水進去 而另一個設計的地方 就是它後面這裡會有一條拉鍊 當你打開這條拉鍊的時候 衣服就會有一個擴闊了的效果 這個設計就是讓我們在下雨的情況之下 連同我們的小背包 跑山袋一起套著它 當然有好有不好 這種不好處就是內用度會比較低 始終它都是少了一層 叫做保護層 可能刮損的程度會比較大 Pertis這間公司 也是做一些風衣 防水物料 一個比較上出名的牌子 亦有很多不同戶外品牌 都會用到它這個牌子的物料 Pertis這間公司 它自己研發了一種非常薄的物料 叫做Hydro Shell Elipo 的一個防水物料 這件衣服是暫時 市場上最薄最輕的三層防水褲之一 它是非常輕的 如果是整件衣服的重量 大概是150克左右 這個就是網廳自己研發的一種物料 它防水度都達到15000mm 它的最大特性就是 半折式拉鏈過頭粒的設計 可以令到重量更加輕身 受款型就是它的價錢會比較親民 所以都是相當好入門的選擇 那女裝呢 通常就會 剪裁上面 這個位置會比較收腰 這個位置 還有下面封關節這個位置 做大一點 迎合我們女士的需求 還有上面這個甲位 都會做收一點 在設計上面 我們會穿得比較薄一點 顏色上面都會色彩很多 在防水褲的保養方面 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平時 不是說出太多汗 或者太過髒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可以 用一些叫做 用稀色的皏液 毛浴露 擦一下我們一些頸的部分 然後就是頭的部分 還有手袖 前面這些部分 因為這些我們最接觸到我們的皮膚 油脂會比較多些 所以這些 是會比較上要注意多少少的地方 但是很多時候你件衣服 真的很髒 想整件衣服都拿去洗 我們會有一些叫做 防水褲的專用洗劑 這些洗劑的好處是可以清潔這件衣服 之餘它可以將防水褲的傷害減到最低 因為我們用一般平常的家用洗劑 可能會有漂白劑或者油順劑的成分 它可能會堵塞防水褲的細微氣孔 減低它的透氣性和防水功能